如何快速计单词 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方法很简单 只需两步着搞定 来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单词 第一步是会读会写 所以先把它读准来说 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发音读 这个看上去读 但注意一下同学们 当这个发音遇到这个发音的时候 一般来说会把它浊化成 所以这个地方要读成 这是一个发音的规则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浊化 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先点个关注 以后咱们讲发音的时候 再专门讲一讲这个部分内容 好 来看到这里 这个呢发 就比如说我们说那个apple 那个单词 苹果那个单词 这个就发 好这个呢读 是个笔音 注意一下 这两个音呢 因为它们经常同时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音就行了 很多单词里面都有啊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读 in in 这么读啊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啊 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读音 直接读 in in 好最后一个读 d 好了同意们 我们知道各个部分的发音之后呢 从左往右拼读过去就是 st in stand 再来 st in stand ok 这个是我们音标读完了啊 来同意们 看吧 音标看到这个单词这里 我们去了解一下它的发音规则 这样的话同意们啊 以后你就可以做到会评就会写啊 是吧 首先 st这两个字母 当它们在一起的时候啊 百分之一准的情况下 你几乎想都不用 想直接读sd 就可以了 然后a和n呢啊 这两个一般来说在一起会发 and and 对吧 这个部分啊 很常用的 对吧 字母帝只有一个读音直接发d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还是很好评的是吧 从这里划分一下 从这里划分一下 st and stand ok 这是我们这个词的读音 好同意们到这里 然后我们立马去试一下啊 听音拼写 来 st and stand and 想一下啊 哪两个字母读sd sd 注意一下啊 这是着话之后的发音哦 来 哪两个字母的发音读 and and 哪个字母读d 好写吧 立马看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里sd 就写st 对不对 and 就写这两个字母 and d 直接写字母d就可以了啊 同意们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会读会写 有很多单词 我们不仅要读 还有会写是吧 其实这一步呢 也特别的简单 你能把翻熟链掌握的话 这一步是很快的 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就完事了啊 这个地方老师说一下强调一下啊 如果你音标完全不会拼读也不会同学 一定要先去把音标和拼读先学会好吧 好 下面我们第二步了记一丝 来这一次呢 我们要记的是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都非常常用 记一丝那也是很多同学特别头疼的问题啊 来同意们 咱们第二步呢 就专门来解决你这个特别头疼的问题 好吗 第二步呢 叫分解啊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单词当中 或许选出一些字母的组合 或者是字母 作为一个编码 来作为一个线索 然后再用这些线索呢 去把意思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话同学们 以后你看不见这个单词的外表 对吧 你就能想起它的意思来了 而且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去记忆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用这个st代表石头 刚才咱们说了 这是一个字母组合 对吧 进行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拿下来 当做一个整体代表石头 因为它们像这个石头的拼手字母 石头头石头嘛 石头拼手字母 OK A呢像小企鹅 你看它的外形 这个呢像小企鹅的头 这个呢像小企鹅的大肚子 对吧 所以这个代表企鹅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吧 好了啊 来 两个意思 一个是忍受 一个战力 怎么记呢 那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 一堆石头上面呢 站着一只企鹅 可以吧 一堆石头上面站着一只企鹅 它呢 一直还得忍受着寒风 对吧 瑟瑟发抖 它都快忍受不下去了 但是它还得站在这个石头上面 哎 这个就是这样的情景 朋友们 如果你看过一些纪录片 你就会发现在南极啊 很多企鹅呢 是站在石头上面 就复旦的 对吧 就有这样的场景 所以说这个石头上面 站着企鹅 然后它在忍受着寒风的吹拂 对吧 好 来 继续完之后呢 我们立马看到这个单词这里啊 看着这些字母 去回想一下它的意思 ST呢 石头的吧 石头平手字母啊 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字母组合 A呢 代表小企鹅 好了 哎 这个石头上面干嘛 站着小企鹅 对吧 它在干嘛 它还在忍受着凛冽的寒风 对吧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是战力 战 还有一个是忍受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单词 这个记忆的过程 对吧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在于熟能生巧 如果你能够做到熟练的掌握 那你就可以快速去记忆大量单词 包括同时记住这个单词 多个意思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包括很多跟老师学习的同学 他们都已经可以轻松的做到一个小时 背一百多单词 所以熟练的掌握 你也可以做到 好了 同学们 这个单词学会了吗 这个同学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啊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 要快速的掌握这一整套的方法 那你可以学习老师完整的单词密码课 好 我是Hidy 关注我 轻松学英语